大家好 那現在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做談會 那我們的題目是 OCW 跟 MOOCS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那首先我們會請白旗管理書長 為我們做一點 opening 好那我們來幫他 好我想我爸少說一點 讓三位雨潭人少微花很有多點的時間 去講他們的經驗 那我想 OCW 走到現在 較大的經驗來就是八年 真的 我的感覺上是八年狂戰 前幾天 前幾個禮拜 我也參加過不同的場合 大家在討論開放式課程跟 MOOC 我其實還滿感慨的 就是說當初我在推 OCW 的時候 我們也去見過教育高教師師長 也見過很多的人 其實那個時候就不知可否 所以 OCW 在台灣推動的時候 真的是比較是以GRASP的方式在做的 那這兩年突然 MOOC變成是所有這個 所有大家的焦點 然後每個人都在談這件事 甚至大家覺得這個翻轉教師 好像跟 MOOC是完全等價處理的方式 其實在 OCW 有的時候 相對的它產生出來的結果 是有很多的影音資料 因為有這些影音 所以翻轉教師是有可能的 它才會產生出新的不同的教學法 可是現在所有的Credit seems to go to MOOC 但 anyway 我想在座的很多的學校 其實不管是已經推動了一陣子 或者是正要起步 其實對於這裡頭的一些干顧 當然也有一些想法 那接下來 MOOC 他跟 OCW 到底可以一起走 或者是這兩邊 他應該要依什麼樣的方式 互相的去幫忙 讓彼此之間都有更好的成長 那我想我們就聽聽三位的講法 OK 我們先歡迎康志棟老師 謝謝 那我先換一下檔案 在這個手冊裡都是照大概看到這個 OK 好 我先認錯一下 我沒有準時的教作業 所以我的檔案不在各位的手上 但是如果需要的話 我可以事後再寄給大家 那為什麼會這麼不應該 我沒有準時的教我們的投影片 最主要原因是我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這麼難的一個題目 那終於在昨天非常高的壓力下 我突然想通了 整理出這個投影片來 跟大家分享 我想在這個場合裡面 每個人都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而且是實作家 不是看報紙學期的 所以我想我們有一些思維 可能有些可以教育 那我就直接進到我的投影片來 那我想台大教化中心 跟各位大概都很類似 大部分我們這邊很多人都是從教化中心來 我們本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教學精進的演習活動 然後裡面很重要一個工作 就是推廣教學的科技引導數位的學習 這段話不是我寫的 是很早以前 在教化中心建立的時候就很顯 我想是八年抗戰的感覺 但是在這幾年 這八年來應該是整個數位的浪潮是完全不一樣 早期我們數位組 這個我們要到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裡面有很多組有教學 有學習 就是管老師的 有管學生的 還有管政策的 那我們是管數位 我們數位組 我之前我剛剛接這個位置在一年多以前 我們做了滿多業務 包括幫老師做投影片這種業務 這個算是早期我可以想像八年前一定開大 有很多東西罵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提供這樣的業務 那我們主要的業務就是拍攝影片 可以把影片放到網路上 那這件事情感覺也不太像是我們現在應該 或有能力幫你整個學校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很痛苦的一年多以後 到昨天我才慢慢有一些新的想法 要跟大家分享 那這就是我的剛才講的那個比較 昨天才教出來的東西就是現在跟未來 或是說過去跟現在的所謂的數位媒體 其實從這個curr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我在想是一個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從我八年前開始教教書 我可能比各位不見得有那麼長的教學經驗 可是我那時候剛剛教學的時候 我一個很強的信念是學生在課堂上 不可以把電腦打開 那這件事情我發現有手機出來之後 我就慢慢給他派這個policy 就是把它拿掉 因為他開電腦就能發生 所以我後來慢慢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學生的手機或電腦 變成我教學的一部分 所以就跑到路上講這個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馬上就發現有非常多的好數時間 我去年講的我今年叫他看 我就給我再講一次 所以時間走可以一直用 我某一年講的特別好的影片給學生看 那空間上面 我可以把別的學校老師請來不用花錢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那這個概念我想大家應該都已有 這是跟我們現在做的是有怎麼樣的關聯性 那我就回頭看我們的數位媒體組 目前做了三大重要的工作 一個是SEMA 那我想各個學校都有這種課程管理的名牌 放老師的作業 考試等等 那台大有一個演講網 我不知道有哪些學校也是在做 所以我們是把很多精彩的演講 就把它錄起來 然後完全處理過 就放到這個 一直放到我們的校內的server上面 另外一個是OCW 我想各位在這邊都有做這一塊 那這三個 Mate頻道剛才那張圖 我想這個我講大家知道 SEMA 然後新疆網跟開放名牌 Mate頻道這張圖就變在這裡 我就發現如果說講剛才那個圖 就是curr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到blend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從時間軸跟空間軸的突破的時候 OCW同時突破了時間跟空間 也就是在最右上角 它是最兒端的 它是最遠離現在的learning environment OK 那NDU speech也大概很類似 都是在屬於這個右上角這一個塊 那這個curr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跟SEMA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時間軸的突破 也就是說以前我記得我念書的時候 我們教作業一定要教到老師的那個信箱裡 然後有人去把它偷看 然後又把它弄一件很複雜 那現在SEMA就可以整個半夜我就繳交 而且我可以定什麼時候繳交 遲交的會怎麼樣就很清楚 所以它是透過 它把這個 把這個 應該說是空間上的這個 時間上沒有超越 是空間上的一個超越 我不用往上去老師的門口去交 而是我直接在空間上 可以透過網路去減少這個空間的問題 那再看下來MOOC在哪裡呢 我認為是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MOOC跟SEMA是很類似的 就是把老師的上課變成這個 SEMA是一個教學的這個 幫助教學的這個網站 跟MOOC其實是同一類的 就是說把老師的這個課程同樣的時間軸 像MOOC上課的時候 其實都是同一 大家都一起上 同一個禮拜在上課 但空間更遠了 全世界的人可以一起來上課 那SEMA其實某個程度也有這種效果 我如果把講義放上去 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講義 然後交作業 所以SEMA跟MOOC其實很相似 這是我這樣多年這樣下來 我就感覺了 應該是歸類在左上的 它跟我們現況是在這個空間走的突破 那在時間上面 如果OCW是比較容易可以做到空間走的 那MOOC我前一陣子就去Cocera 我去Cocera拜訪 那我這陣子回Standberg 然後就跟他們有一些meeting 那現在最中間有一個老外 應該看得出誰是老外 不是我 我旁邊有一個老外 那個叫Norian 那其實我前天來跟他meeting 因為我現在開一門都要在Cocera 他其實會講中文 我已經說中文 我第一次看到他就很酷 但他就是Cocera裡面 其實還滿重要的 就是對我們台灣的一個操口 那我其實就可以在那邊跟他們吃午餐 然後跟他們聊 那他們已經很小一小班是爛爛的 然後大家請在那邊吃午餐 那個時候現在應該換到比較好的辦公室 那我就會感受到那種西谷 剛剛staffing那種company 但是裡面一群非常非常聰明的人 然後非常的熱血 然後在那邊工作 很有意思 非常年輕 都是剛畢業 然後幾乎都是全世界換我們學校畢業 所以2002年我們就是在跟Teta 跟Cocera有些協議 然後就開始要進到Cocera裡面 那MOOC 我剛剛講在這個頭上角的這個角度 其實我們就已經開始做了 現在剛才有老師問我說 當然有幾門課 其實我一時代打不出來 不過現在我大概感受到 今年我們應該是有四門課可以上線 那明年應該我預估可能就搭過80或10分 但是我不是你再可以知道 因為這個非常非常擔心 那在這幕後 我們這樣運作的感覺 就是它是在比較是左上角 然後需要畫外圖 我想待會有很多老師會講這一部分 但是我們後面就發現有一個gap 所以現在黃色的部分就是有一個gap 那這個gap 我們現在是用YouTube、ETU 跟Facebook的粉絲團在做連結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Learning Mind 你跟OCW的Facebook 好像是很分離的 這是不同的人 做不同的事情 學生不會覺得說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通常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在某一個時段 我們就在這邊進行教學活動 他走出教室 他就覺得它是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兩個平台 來把這兩個stinch起來 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在做的 那這個也做了差不多半年多一點的時間 那效果還不錯 就是透過YouTube比較容易 大家Accessible 手機啊都比較Accessible 比較跟OCW可以做連結 那現在訂閱大概有五千人支持 八萬人訂閱 所以他是獨立於OCW 但是把人引過去的一種平台 比較好操作 另外是YouTube 抱歉是那個Facebook Facebook 那差不多這三個月啦 大概從0個人到2500個粉絲 有些轉播的貼文 四千或五千個都有機會 大部分都兩三百 大概目前是怎樣 但是我其實蠻看好的就是說 利用這個Facebook 我們跟使用者建立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然後透過這親密的關係 我們再把一般的教室教學跟這個 這個未來的這種OCW啊 MOOC啊這個推廣 把他連結的做更好 那最後就是右下角 右下角 時間的改變 時間的突破 就是剛剛是空間突破 現在時間突破 我認為大概就是所謂的U-learning 在教法中心 我們在推U-learning 無所不在的學習跟辦的教室 辦的教室 辦的教室在比較低一點 因為他空間上還是跟 還是在教室 他是辦的教室 所以他在空間上還是在 在同一個教室 但是他可以用不同的地方的 或不同時間所錄製的影片 所以他在右下角 那U-learning 先講翻唱教室 我們現在在做社群的招募 那第一次還不錯 就有100多個教授來 然後有些討論 Hopefully 他會做起來 在等一下這件事是非常難發生的 那U-learning是另外一個環境 其實在教法中心有推這個 這個common learning space 就是我們的學習空間 就是比較舒適 讓學生很樂於學習 學習角落 那我之前也是去Stanford 那是看到他們的學習空間 有些地方是長這樣 它有一些DGCO content在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要做 現在正在進行的是 把這個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過 這個國雅教學館的一樓 那你會看到有一些畫面有沒有 這個值的這些畫面 那我們會把一些DGCO content 放在這些畫面裡面 但是很高質感的在裡面播放 讓學生在那邊討論等人 我們其實做一些設備 他們在裡面 這個空間在做什麼 這個其實一般很多人的時候 那能夠不知不覺的感受到說 在這個空間裡面 還有不同的學習的可能 所以除了自己的科系 自己的班級 自己修的課以外 他也看到學校其他的學習的機會 那進而跟他的手機 跟他的這種personal device 產生對話 然後他自己可能 可以觸發他這種無所在的學習 那最後我們就是還缺一個 我覺得在我們諸位媒體組 缺了一個research的team 所以我們還在想要怎麼進行 再把真正的所謂的教學 是一個環境 我不希望他只是一個 或是一WMOOS 他只是一些小的系統 而是一個大的學生的全人的學習環境 可以讓他在學校裡面 可以學得更好 那如果不是在學校裡的人 也可以受益 但是我們一直在強調外面的人 就是學校的學生 如何因為我們現在做這努力而受益 然後不知道時間到了 好幾天 當然做個結論 就是教學環境已經改變 因為現在不是只有實體工間老師 不是只有掌握學生在你的教室裡面 還有數位的內容跟數位的方法 所以一定有三件事情要改變 就是老師一定要改變 老師的教法 好像free class論 還有老師的心態 老師跟學生的關係一定要改變 教學的模式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大家要來討論這件事 這也許都是我們開始做的 最後的就是校園的環境 到底這個環境要怎麼建 教室要怎麼建 這個走廊要怎麼建 然後跟我們的這些數位的這些內容 要怎麼合在一起 這些都還是後面沒寫的 不是我們的講師 我還沒想清楚 就坐到這邊 就差不多就有課已經結束了 那我把我最心想到的 最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放在這裡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台大康老師的演講 那接著呢 是那個北一萬老師的 好 那我們歡迎萬老師 課的題目是 好 那個我其實這個題目喔 反正現在大家講清楚嗎 所以我站在後面可能 好 那個我其實這個題目喔 反正現在大家講清楚嗎 所以我站在後面可能 那為什麼我有這種題目喔 因為當初兩線聯合就有基因體工夫對不對 然後大事件就叫慕斯 其實我在北一的部分的話 那個OCW跟慕斯喔 都是資訊處在負責 那都是同一組人嘛 我想很多學校應該都是這樣子 一個狀況嘛 就是同一組人 那看現在流行什麼 就做什麼 這樣教理念也是一樣 OCW走到一段時間之後呢 然後我們學校呢 就是今年初呢 他就說 他就說 OCW差不多了嘛 那我就把你們人砍了 好 那今年初就把我人砍了 然後我就只好那個半個月前 叫我們那個助理一次這樣子 然後呢 結果呢 隔了半年之後 校長突然把我召見了 就說 欸 哥哥很重要 你怎麼都沒有講呢 然後有人說沒有人 然後結果他就隔了兩個月 他說 我再給你一個人 搞不好做 所以我那個助理又回來了 好 因為這是我們的現實 但其實我要講的是 那個 這個 大家其實有講義 那我要講一下這 Horizer Report 我們遭學科技界看很多趨勢的報告 那他反正有說嘛 就是今年這一年大概都是Move 然後都是Tablet 然後接下來才是其他項目 那他過去其實在 他在千幾年的時候 其實他就有講過Oxia 5這件事啊 那實際上後來也差不多 就是那個時間點差不多 就是這個Oxia 5比較 大家比較知道那件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看一下 那這一年呢 過去之後到底會怎麼樣呢 我會來講講那個基因體事情 基因體在2000年解體之後 因為我們是生計的 就跟生計比較有關學校吧 所以我們比較知道那產業動態 大概在那個2000年到2003年 我們需要有一大堆的公司 就是那種新創的公司 跑來找我們學校的好適合做這樣子 想要找這個地方的一個 很歷史 就看看有沒有生意沒做這樣子 就那三年 大概三四年左右 那現在我們這十年已經時間過去了 我們現在回來看看那些 當時候存在的那些公司 我們教授說 就說我們這些公司現在還不存在 那Wooks到底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事故以待吧 那這個其實也不太清楚到底未來是怎樣 好 那我們回來講一下我們的OCW 其實在聯盟這邊在經 我認為在過去這十年當中 雖然去年比較有一個比較的 就今年來比較有一個新的 稍微比較新的這個發展 就是在整個在Global的這個 Consolution這邊 它害了一組那個technical的人 就是IT的人 然後終於開始跟人家做一點 比較跟IT有關的事情 不然之前 實際上資料整理了 那個夠爛的 我去那邊都跟他們說 你們IT人到底在幹嘛 就是我們的課程 submit了那麼多 他們其實沒有列多少 但我們台灣的課程 那其實目前來講 他終於有一些比較 開始要整理這一塊了 那這個呢 就分享給大家 那其實我是認為是說 我們台灣有一個趨向 就是喜歡關群門還自己玩 其實我們忘了外面世界有多大 那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他們現在在整理 這所有的這個Course Index 那雖然說我們是一個很專業語言的一個 這個國度 可是台灣這麼這麼小的地方 這個如果不能被人家搜尋到 其實是有點悲慘的 那他現在目前 Index出來的 是有69個學校提供三萬五千多個課程 這是全球的 那這是他在榜上有名的 那其實你們可以點進去看 因為他現在這是新的網站 他們在那個provider的部分 他其實有把有提供學校的 有提供課程的學校列出來 大家可以去看看 櫃校有沒有在上面 那這當然跟一些你們 這個OCEAP站在怎麼去做這個 製作他的那個Index有關係 那這還是有些technical部分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去 瞧瞧歸校的這個內容 到底大家做這麼努力之後 你的生活在哪裡 不是說整個關係門來自己在台灣玩 那其實他們的 他們現在用西班牙的技術 西班牙的技術 他們其實有做分析圖表的這一部分 那他們圖表其實做蠻漂亮的 但是他當然你有gabbage的data進去 一定是gabbage的內容出來 結果出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一開始就沒有被他搜尋到的話 你在世界版本沒有 好那這個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認為說 OCEAP一直做了這麼多年 那我們其實在國際上 應該有一定的這個呈現度 那我是希望大家公平知道 好那這個是其實複習一下 大家在語錄 大家在開放什麼 那這個就是過去 我們在台灣 應該有什麼開放的事情 那台灣當然 我們其實創了一個先機 就是我們做了很多迷點的事情 那是在國際上面其實不是 在普遍性來講不是那麼多 但我們其實走在全球的前面 那MOOX這件事情會起來 為什麼會大家會開始談呢 那那個其實我大概可以猜想 教育部的 我認為學教育的人 有很多會覺得課程才是最重要的 Content是 就是教材本身不是課程 不是要真的deliver到學生最後一點的地方 所以他會比較focus在課程的delivering 而不是在教材的sharing這部分 就是交換的內容部分 所以說在這詞出來的時候 終於在談所謂的課程的價值的時候 當然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教育部來講 他當然就是這是他重點 所以當然會引起比較多的注意 但是對推得往OCW來講 我們自己的感覺是說 就是OCW比較起來 你真的要製作的難度低很多 真的是低非常多 我們在校內去開這個穆詞的演講 我們請了葉銘小老師來講 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接到兩個老師的電話說 他要做OCW 然後他們就趕快東西就拿過來了 不一樣 欸這也有其他的效果 OK好 那在講講穆詞目前的狀況 其實我們大家發現 以目前他們出來的報告來講 其實目前穆詞還有一個很大的 weakness 就是他的pass rate兩低 即使是online course 他的pass rate也是兩低 當然所以說他只要做massive的部分 就是一定要做大量 這樣子才會把數量重大 即使是只有5%的人通過 那個也是幾千人 所以那個就很恐怖的數字 但實際上他的pass rate非常非常低 所以這也是穆詞 到底未來能夠持續多久 一個很重要的 我認為是一個 還是大家還在try的事情 就是到底有沒有辦法把pass rate增加 好吧 那這個business model很多 因為這一點很夯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訪問這個事情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想想看 到底要讓他生存有什麼 有什麼pipo 反正現在還是大腕鬥時代 那我們學校的發展方向 這個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我剩下時間不多 在我們學校裡面 其實要退這件事情 我們至少有四個單位是要進來的 包含那個 這個當然你細數 可能就不只四十個單位 那可能是十幾二十個單位 所以其實它是困難度 非常非常高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認為大家其實 到最後大家還是會focus 在某一個其中一點上面 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校內自己的引爆我們的問題 就是這個 那方向其實是flip cross 我們翻轉腳石這件事情 那我認為其實像葉老師 這麼有熱情的老師 對這整個高等教育 是一個很好的影響 就是說他其實告訴我們說 你的教學可以大量的運用科技 這是可以達成的 就不要再afraid的那個 不要害怕學生去接觸影片 接觸電子等等這件事情 那不要再害怕老師 老師不要再害怕說 你的教學方式去改變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我們的這個葉老師 已經告訴我們說 他這樣教學生還是愛得不得了 好那就是我們其他一些 這個課程的發展模式 我們其實是從此處出發 然後這個不是 從這個OCW出發 然後到我們跟別的學校 去進行這個合作教學 然後再有這個共同成果展現 這是我們不同的方向的部分 好那最後一個總結的部分 插入時間 好那我認為其實這整件事情 就是線上學習這件事情 其實被MOOS這個整個的概念來做放大 就是大家可能會過去就覺得 線上學習這件事情根本就是 踩在地上踩踩踩踩的那種 就不要理他這樣知道 好那現在其實大概 即使最高等的那個 這個最前端的學校 他都會覺得說 好像也是要做學校學習這件事情 好那再來就是 像MOOS現在目前的經營模式的部分 免費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增加大家學習的想法 好這件還是還是一個問號 那接下來就是讓大家一直講我發想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謝謝萬老師 那接著是七一大的吳孟芬小姐 她要跟我們分享比較食物操作麵的 謝謝 各位老師好 我是清華作者開放師課程跟MOOS的助理 我是孟芬 我今天會針對OCW跟MOOS的製作差異 進行簡單的分享 第一個是首先要做的是概念釐清的部分 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如果以製作方式來講OCW其實是比較偏向紀錄片 就是紀錄老師課堂拍攝的情形 MOOS比較偏向紀錄片 那如果以成本來講 他其實是比較 OCW比較經濟實惠 其實比較偏向洋村面 那MOOS的成本其實會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以模式來講OCW 目前OCW跟MOOS都是公益性質 可是我覺得未來MOOS可能會走向商業性質 像Edith跟Costera 好 那了解先釐清概念之後 其實我們要怎麼做MOOS 每個學校都每個學校推動的方式 在清華的部分 我們能做的方式是我們負責做的教材 跟課程拍攝的製作 那這邊有一些表格 老師們的獎益上也有 那這邊是我們的工作的分配 OCW是以結束教學獎老師為主 MOOS的話是由我們的主管主義拜訪 然後我們的工作分配老師 大部分是編教材的部分 那其他的拍攝剪輯 宣傳交流位策劃 都設教法負責 那MOOS強調互動 所以互動是最重要的關鍵 那大家最熟悉就是 台大的Costera三間課 就是這一期的科學雲雜誌上面有報道 那設備跟人力部分 像清華的部分 OCW我們是雙機作業 那MOOC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單機 然後加上 因為老師都是使用投影片 然後人力的分配 那這是我們的平台 那MOOC的拍攝部分 我想說先播一段影片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會 大概的播一下 我們的MOOC大部分在學家拍攝 所以跟我拍六門客 那待會我會快轉一下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邊 這門客 然後這邊 我先做自我介紹 我叫韓永凱 然後你們可以叫我 這門客是在老師的辦公室拍的 然後我快轉一下 因為時間能 這個問題 問題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 問題是回憶圈 是這一個 他與他有很多的孤寢 包括在 好 微信 微信 不然待會我們再播好了 然後課程拍攝的部分 剛剛提到 就是一具前片跟紀錄片 那這邊是人力的分配 我們拍攝的人力 跟我們的課程規劃的部分 那這邊是我們在課程 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每一次拍 我們都會做一些幕後花絮的拍攝 最主要是我要做紀錄 我才知道以後 我再承接這個業務 我需要注意做什麼 那這邊是我針對OCW MOOC上面 工作上面的差異 跟老師的工作分配 那OCW大部分是在開學的時候 就是每年的三月到九月 會有影片上傳 那MOOC就是大概兩三個月 就會開課一次 對 然後工作的順序 有點點不太一樣 OCW都是錄完之後再做宣傳 那MOOC都是開課之前就做宣傳 那原因是因為 其實很怕老師上線互動的時候 線上都沒有人 所以我們就是會一直做宣傳活動 那我們定期都會舉辦交流會或檢討會 那這個影片 這個照片是那個 我們這計畫是台聯大的計畫 然後交大的許馨如博士 他會到清華來做演講 教老師怎麼做課程設計 那這是今年的九月份 就是我們暑假已經錄完 六門課程 我們把這些課程先剪接完畢 然後讓各個老師進行分享 那這是一些簡單的優越的分析 其實OCW跟MOOC都有各自的優勢跟劣勢 那簡單看一下 那這個呢是2012年的 右邊新宗日報 他介紹台灣的OCW平台 除了清華之外 還有政大 東華 南台 那右邊就是這一期的科學雜誌 他介紹了一個叫克朗勒的計畫 就是將OCW資源 把一流大學的資源給更偏遠的地方來使用 也是屬於公益性質的 那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清華的特色 清華的OCW 都要跟那裡結束教學獎文書 那我們OCW提供的資源 除了課程影片 除了課程獎益 還有考古題 假設你是微積分 你就會有在網路上 你可以看到各校的微積分的考古題 還有老師的一些專欄 跟他獨特的觀點都把它整理成報導 那這是一些在OCW平台上 比較具特色的課程 高除了微積分 然後這是一個高音大學生 把老師的課程全部達成獨自稿 然後把獎益貢獻給我們使用 那林秀豪的學物理好簡單 那這是豪朱教授的筆記 那他的筆記也是公開分享的 那是張寶塔的各級各型 然後接下來的 MOOC 的部分 清華大學的 MOOC 是揭台聯大計畫 所以我們是有兩個微學層 跟兩個獨立課程構成 微學層的話 一個微學層有四門課程 所以你去玩這個微學層 就大概可以學習一下這個領域的課程 那我們使用的平台是 我們學校方的副老師 他設計開發的平台是Shericals 那這邊有幾個未來的目標 就是在製作商業 有很多其實大家現在在莫索 所以有幾個地方 我們可能需要做努力 一個是學分的認證 跟授課老師的補助措施 因為目前老師是沒有任何的補助 還有資源整合 還有一些專業的 拍攝的環境的建設 因為開學之後他不像OCW 就是隨著課程錄影 所以各項其實都有面臨到 不知道去哪裡拍攝 因為老師其實可以拍攝的事情 也很有限 然後沒有場地拍攝 那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陳曼仁的角色 其實開始轉換 OCW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比較起 我們接到什麼案子 我們就拍什麼 就是把它完整的記錄下來 那MOOC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針對每個老師的風格 去做一些設計 希望這個老師可以凸顯他的風格來做 那有幾個關鍵 因為我覺得MOOC可能需要很多的人 所以我覺得公讀生的 帶領公讀生 對各校的承辦人來講的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公主 如何帶領公讀生 然後我覺得需要適度的容錯 因為我覺得適度的容錯 其實你會讓這些創意 更有更好發揮的空間 還有老師的部分 我覺得要了解老師的需求跟風格 畢竟MOOC錄的方式只有你跟老師 那老師其實就會有一度的很緊張 這邊都是要去調整的 那怎麼設計 佛老師的風格的教學設計 這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些 我覺得陳曼仁很需要的是 就是抗壓性要很高 因為他的開科很密集 然後你的窗口其實非常多 那我覺得可能公讀生 他畢竟沒辦法跟你跑到最後一課 所以我覺得凝聚他們的向心力很重要 讓他知道他可以加入你的團隊 因為不然施工讀生 每辦理就換一批 對 所以你其實一直在熟悉不同的人事 我覺得對這個業務 其實會非常的少 最後我想用一句商業週刊的話 就是在做這個業務的時候 我都勉勵自己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人生都有嗆到流那個時候 把他打雜當作打底 熬過就好了 謝謝大家 我先撥一段很簡單的清華的木殼的影片 那這是焦傳奇老師現在在開課的影片 我們將介紹的核心概念為 神經源 節奏與功能的最基本的組成單元 跟一般的細胞一樣 神經細胞也是屬於細胞一個類型 但是神經細胞跟大多的細胞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首先神經細胞它跟其他細胞一樣 都有細胞核 細胞體 但是神經細胞它的結構非常的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它有很多的估計 包括在上方的這個地方 那我的參與 最後有一個影片因為它比較長 那我們已經把它上傳到YouTube了 就是其實大家可以上去看 就是我們針對於這個整個計畫的幕後的部分 剛剛我們都把它弄成電子檔 就是影音檔 然後在網路上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每個老師拍攝的活動滑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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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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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經過了兩個多月的辛苦 我們終於大家唸殺情了 不要以為老師們喜歡上課 上課對老師們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為了這一門課我整個暑假完全泡湯 但我真的覺得是很感動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的版書重新設計 偷影片也幾乎是重新重新update的 那任何一門課的完成都不是只有老師一個人 那我們當然有三位學生 當我們的助教幫我們修改 偷影片 那很可惜三個助教都往去休息了 那除了助教跟老師之外 任何一堂課的完成跟錄製 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很榮幸在這堂課有 三到五位的工作人員 那接下來是依依請他們進來 那第一位是我們的場記 宥慈 大家拍拍手 YA 要站進來 站進來 宥慈 場記 然後還有兩位非常專業的攝影師 一個是豪志 YA 還有陳黎 再站進來 那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偉大 攝影師間我們的剪接 瑋瑜 YA 瑋瑜進來 OK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總策劃 是孟燈 那他很可惜在人社院當中美妝師 現在沒辦法來 大家會不會找 希望這個課程大家可以喜歡 那過程中間一定會有非常多的一些小錯誤 那也是歡迎同學可以來信指證 或來電指證 那請打相認的電話 0800 控控控控 控控 拜拜 拜拜 那如果大家對他們制度的東西啊 或是他們的影響 如果有興趣的話 趁這個時候就可以趕快問他們 好那我們歡迎三位男人 好 我不知道 台湘有哪一位 會員代表 或是火花神 對我們 然後警官講的 我們能夠進主的興趣 什麼都可以進主討論 可以說吃桌面 或是 我大家到底做 那當然學校現在也有意識想要從事MOOCS的課程製作 那所以我對那個清大的課程製作分享就比較有興趣 那我想請問一下說 那個孟芬小姐她你在做MOOCS的時候 就是全部都有妳一個同酬製作嗎 我還有七月份她來自問新同事 所以她跟我一起拍 所以其實那個攝影的話其實都是工讀生 對可是我們每一台課都會到然後全程 就是老師如果錄三個小時 通常老師錄三個小時就到三個小時 那有時候老師可能因為時間的短期 他會等到週末到晚餐七點 然後我們就全程 對 因為有時候她跟OFIDA 你讓她現場狀況的時候 OFIDA的現場狀況也會保持那種殘缺的美感去決定 而是如果是不好的狀況 就立刻卡 立刻本老師就被好在那裡 所以我就是我們多次是同事講話去全程 那我想請問一下 不好意思喔 那個 那妳目前的業務就是負責OFIDA跟MOOCS嗎 OK 謝謝 好 剛剛護官老師提醒我們說我們如果這麼辛苦做了這些課程 你應該要注意她在世界上面是不是有她一定的那個曝光度 那可是到底應該怎麼做 或者聯盟可以協助這些會員 怎樣達成那個在世界上的這個效益 那這個可不可以請關老師比較具體的分享一下 北一是怎麼做的 那為什麼北一可以做到這樣子 所以說OFIDA原本建的那個站 它其實有一個RSS的FID點 我認為它原本的資料是從RSSFID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剛開始見我們大家的Site的時候 是RSSFID這件事情並沒有太注重 直到我們最後在持資料的時候 我們發現那些東西跟這個也有關係 那這個事情其實我上次在巴黎島的時候 我有遇到他們的IT人員 那他們IT人是新進來的 所以我其實是希望再跟他們再討論一下說 到底資料這部分怎麼去做補權的動作 他們反正跨連BIP人員一做法又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也打算再去跟他們討論 說到底這個部分不可能把它完成 讓大家可以順利把資料可以消下去 那他的IT人員也很好 他們有一批人是失落的印象人 然後另外一批人是西班牙人 然後這一堆人要去做狗狗還滿有確認的 所以向來效率不是很好 但目前我發覺我們評估的結果 應該是所謂RSSFID在一開始的 導入部貨員就是資料的狀況 它過去兩點是沒有動 所以所有資料行動是沒有進去的 我實在是我有一點經驗的 然後後續其實我之前有跟班 我就在討論自己 看是不是能夠協助大家做比較好的發展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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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會讓你整個介面的使用度會 就是說這個friendly的程度會好一些 我覺得那個介面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這一方面的經驗 我相信也許部分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說對於你設計MOOC的課程 也跟這個有關係 那我相信這兩邊的經驗 如果你在LCW的製作上面 其實都完全沒有去注意上 你怎麼樣經營 讓使用者願意去上你的網站去看課程的時候 那後面我想MOOC的課程製作會更辛苦 因為它的工程上更大 所以我會建議比如說網站的連結 那我們現在會想辦法從這個接觸平台這邊 有一個自動偵測 如果這邊我們看到某一個學校的網站 可能已經掛掉 我們就可以可能就會發E-mail跟大家講說 網站好像掛掉了 可能看看是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可能我們會有一些webinar 去告訴大家就說 什麼樣子的網站 其實為什麼他們的流量比較多 那影片的品質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提升等等 那我想 類似的workshop或webinar 讓大家可能一起去討論一下 怎麼去improve自己各種的quality 好 林茂茂茂茂 好 林茂茂茂 林茂茂茂 什麼一年十二個月份 然後我全部都做 時間到系統就自動打開 方說現在是向勤 母親節那個網頁上 他就會等就會出現 母親節快樂 那或者是母親節跟 OCDW的學習做連結 那Facebook也會 然後每個老師上線 每個老師的海報我都客製化 所以其實花非常多的時間 就每個老師 因為我們可能去承辦人 我們常常錄課程 可是老師一輩子可能只錄一次 他可能錄完這一次之後 他再也不會來了 或者是他錄完之後 他才會發現他的鏡頭有什麼矩陣 對 然後他就是每次錄完要滿身汗 然後你每次看到他你就會很愧疚 你就是已經想好 就三十六四道歉到最後一次 然後可是你可以做的就是 減少老師的焦慮 因為他沒辦法 他看到你就是很害怕 就是他答應了 他就沒有退路 然後你就是把你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不論錄目可能特別重要的是 我們是第一個學習者 我們在錄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個課程 學生會需要這樣的需求 是不是可以跟老師講實話說 老師那個投影片 需要修改一下 或者是 我覺得這是非常需要大的勇氣 或者是老師那個睫毛 夾一下眼睛會有省 這一些我覺得需要很大的勇氣 對我來講 特別是對男老師 我覺得這是我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 特別是對男老師 我比較就是暫時還不知道 怎麼去處理這一件事情 因為老師是OK 女老師是OK 對因為我會跟老師說 有一個很有名的BBS留言 我覺得非常好 可是不能公開 我覺得我就可以分享 就是他說人正真好 人背吃草 如果老師你今天就有豐富的學問 你外表再打扮更加分 那你的體分就會很高 因為很多使用者 其實只是看一下 可是有些老師他不重視外表 他重視內涵 那你就是符合老師的需求就好 不一定每個老師都要製作的一模一樣的課程 打造成同樣的模組 我覺得八位老師的特色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覺得我其實EQ沒有很高 我也是中了很多槍 然後就是從中磨練 然後想到一個 因為畢竟合作的時間很短 我跟工讀生說 我的最高原則就是好聚好散 我是重任的課程 真的 對 所以我也是這樣跟大家勉勵 就是取得平衡點是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為了高品質 其實你是讓老師非常痛苦 對 那我覺得如果老師願意再錄第二輪 你就會成功了 這課程就會成功了 因為他會更容易掌握盡頭 怎麼表達自己 怎麼呈現自己 好 我很謝謝大家 我們想要討問嗎 或是討問一下自己的小朋友 不好意思沒有疑問 我們就再問一個問題 或是討問一下自己的小朋友 不好意思沒有疑問 我們就知道現在有很多那個慕斯的平台 我們就知道現在有很多那個慕斯的平台 請問一下那個康老師在過去跟這些平台 他現在已經算是有點像業者 他並不是學校所屬的這個計算機中心 那這個合作關係通常是怎麼進行的 怎麼開始 然後中間一門課程的那一個 從上限到上課到結束 這個跟平台業者之間的這個過程是怎麼在進行 那跟學校有什麼差別 跟計算機中心在服務有什麼差別 那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 我比較 我看看我會用這種方式來解答 因為學校中心連續下不一樣 台大 台大是一個 這個跨 跨單位其實共同相當是 相當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想跟各位學校比較起來 我們有另外一種挑戰 那但是我們目科平台我比較熟悉 我們目前比較多已經放上去了 另外一個就是Coursera平台 那Coursera平台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他其實有非常好的guidance 你要怎麼錄影 還有非常好的 而且各位來講 他雖然是英文的 但是他是open的 所以其實可以去看Coursera平台裡面 教你怎麼錄影的那些tips 然後還有do or do not 就是要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那他們已經累積到一些經驗 那再來就是說他會有consultant在裡面 那這個consultant會針對TA的 針對你的technician 就是他會有這個來幫你做討論 當然他還是教你讀東西 然後review的東西 那像我的課音樂叫上線 所以我今天就是看第一次的review 那當然其實那些人已經很有經驗 他已經跟很多的老師review 他說我的中文不好 因為我只寫中文的 然後他就說你可不可以從頭到尾 可不可以 walk through 整個你要怎麼做第一次上課 那他特別有經驗的就是說 Coursera可能是一萬個人註冊 那就算通過的rate 或是來上課的rate只有10% 那還是1000個人 那1000個人只要百分之幾的有問題 你就要回答50個問題或500個問題 就會很有壓力 那你光在處理這種不好的問題就很辛苦 那而且你答了這個 結果那些人沒有看到 例如說我們學生總是我們出個作業 很可能學生會有兩三個出問題 但是當你的學生人數變成千倍 就是兩三百個出問題的時候 你回答這兩三百個 其他七八百可能又有其他的問題會產生 所以他就會會給我們很多這種改動 說你出這業作業那是什麼grading 那這些grading我們是peer review的話 那你怎麼讓每個peer很幸福都失了 或每個人只要長眼睛都會輸就很一樣 那這個都是一個我們選手會有遇到的問題 那他問我幾個問題我就覺得我要重新做了 就是這樣的經驗 所以其實裡面蠻多know-how 我認為平台是最後的一個know-how 當然他也是平台本身也很know-how 包括Coursera平台 他可能在用那個後排也是非常非常難用 但是我知道他們邊用平台 都可以跟他們邊用這樣子 所以我不太認為說用很少的錢 因為Coursera其實裡面非常非常多的資金 然後跟我真的覺得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 都在那邊開發出來的平台 也run成這麼的困難 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冒然在開的平台 然後再做這些我剛才講的這些事情 那個know-how是突然累積 我覺得不容易 我只能講說很不容易 那我是覺得像清大現在這樣的做法 一步一腳印就等於是製作一個電視節目 然後這樣做 然後在學校這樣做 我覺得這還是蠻tous的做法 那到底平台要用什麼 要怎麼做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很慎慎 就是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比較 我們用了三個平台 幾乎哪個比較好 但是我只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如果是用大學的力量在做 大家還努力的 各個領域的老師在付出 有機會扶得起來 如果說貿然要再採用一個平台 我有點擔心 他後面到底有多少能量去做 剛才講的一些事情 我們還剩下六分鐘 大家可以把握時間 剛好我們現場有招呼的人跟我來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心得 想要跟我們的會員分享一下 我大概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康老師有講到 那個Coursera上面有就是類似課程 1.1 那其實它是 它其實是只開放給目前已經接受的學校 就是Coursera上面那些學校才看得到 就是它已經可以開課的學校 才有那個學校去看那些YORI consulted那些都只服務它的算會員 那所以其實目前是一般人是看不到 那不過如果在平台的話 岳剛老師 肥大老師特別問到平台 國內平台除了 國內平台目前其實已經很多了 Poera是像是清大的 那這個 對不起 我講說 Share code清大的 Poera是自特會 國內 國內而且它是免費開放的 那如果 不知道台大也有在推Poera 那我知道最新狀況是Poera跟Share code 他們又要合併 或者說技術交流 所以 但是他們都還是免費開放 所以其實如果老師們想要適用 還是可以上去使用 那它也會提供一些服務 只是這些平台的確它目前都還不穩定 那我們教育部是有打算要開發一個平台 提供全台灣的老師們使用 可是因為這個 就像剛剛康老師講的 那個實在是很大的一個負擔 我們還不確定我們能夠成功這樣 以上 我想要請三位最後 rub up 一下 因為看起來這三位都是製作或者是自己拍過 OCW course 同時也有製作MOOC的經驗 所以在比較這兩個 也就是說之前你在製作OCW的經驗上面 對於你做MOOC來講 它會是有一個加成或是 plus 的影響 那你怎麼去看待 就是以你自己的角度來看 你會覺得這兩個東西對你後面做這件事情 前面或是那個經驗有什麼樣子的幫助 其實我在清華服務的時間沒有很長 我看清華服務只有兩年多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講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因為我之前錄OCW我可能跑了很多戲所 所以其實很多老師對我可能有點熟悉了 雖然我還沒有錄過這個老師 可是因為他的同事們大概知道 會有小女生去錄影 所以就是他們對我就會比較熟悉 然後或者是他們內部會交接 錄影大概遇到什麼情形 我們攝影機會放在哪裡 然後這個影片會有誰看 然後我覺得在錄這個的時候 這是最大的好處 然後包括你已經有一些 因為OCW很多臨場感 很多臨場會發生的事情 包括說冷氣漏水電燈壞掉 類類的事情 你都可以趕快去處理 可是你在錄MOOC的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很像是當新娘秘書 對 我覺得自己很像當新娘秘書 就是你在老師做他的投影片 有小老師非常認真 會在他開課前一個月就給你開投影片 他問你說莫非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怎麼做 然後我就說二十分鐘 你要不要偷一片有一個騎乘轉合 還是說你五十 五十頁偷一片切成一段一段 因為有小老師是切成一段一段 那我會跟老師講 那老師針對那部分 他就會先做好給你看 那你要備賬的人力 現場每個工讀生他的工作是什麼 你就會很明確 光說誰是負責燈光 誰是負責什麼 老師哪裡不好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打暗號跟老師知道 這是我覺得這是MOOC需要做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因為你有時候老師覺得他狀況非常好 可是你錄 因為鏡頭有時候滿殘忍的 就是鏡頭其實有時候錄起來就是滿殘忍的 就是他很多東西你不是 就是你一些彎腰駝背 其實那錄起來都很明顯 然後我就是有時候覺得自己好像其實也沒有那麼胖 可是錄起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16比9或者4比3整個都膨脹了 所以這些東西有時候我們都會先跟老師溝通 那我們要抓怎樣的緊 對老師來講 老師也比較可以符合他的需求 然後也比較不會緊張 我覺得溝通是很重要 對 然後我覺得取得老師的信任也很重要 因為取得老師的信任 然後你才能帶著拱棋攻讀生 萬一你有事情的時候 攻讀生才能獨當一面去做最臨場的判斷 對 對 對 謝謝 好難回答錯了 其實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在錄製分成這一塊 我們目前來講只是剛開始拍攝 那我們自己對錄製影片這個要求 他們那一組人力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我們學校的做法 大概是因為我們學校有很多老師 他會接過會接過會有教育部的計畫 特別寫計畫 他們都會有一些要求我發表 所以會以先提內一部分來做 因為我們用比較簡單容易的方式來做 來做這個整個影片的拍攝的事情 因為他們其實都是所謂的課程去submit 所以他們其實都是整個課程一個特殊的課程上去做規劃 他們一定要做出一些教材內容出來 那大部分都會安排所謂影片的部分 所以我們大家會從那個地方來做 那就挑幾個重點的項目去做 我們學校也不是很大 那我們也是一個 我們是比較專業科學的 專業項目的一個學校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找一些比較特殊的題材來拍攝 所以這當然是我們慕斯的做法 但是我們在歐西大魂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就屬於比較general的就是一般性 就是如果老師他只要願意他開 他想要開放他的內容的部分 我們就讓他來 我們就會鼓勵他來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說對我們學校裡來 我們學校的內部來講 如果說是以獎勵來說 其實做慕斯大概是歐西大魂 至少是五倍以上的功夫 但是獎勵的大概只有兩倍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老師來講 是一點都不划算的 所以但是因為現在這個是風頭 所以說校長只要說這是KPI 那接下來就會有老師 或者是院長要去附和就說要做 那我覺得其實真的 應該最大的影響還是翻轉教師的內涵 那我覺得其實到目前為止 聽到台灣這麼多老師們在談的事情 可能我覺得也是翻轉教師的內涵 去導入到你的課程裡面 應該是比較實質上的 對各校的協助吧 那慕斯我覺得真的屬於就是 Marketing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就是對外行銷的工具之夜 為什麼講到牌 對那我認為是比較像是這樣 那至於說這些課程到底 因為它都必須要中間就是要經營 那課程經營其實要畫很多的人力 那我認為這其實 Young lives forever 我覺得真的是大家可能繼續要評估那個 能夠維持的人力 然後你跟物理 我先從這樣子的回答起 就是說 我一直在想MOOC跟OCW有差異 為了今天這個演講 也當然是為了我們自己在想 那我後來覺得有一個不錯的想法 就是 邏輯大尉就比較像那個書店裡面的書 那大家有空的時候就會走過去 翻開讀一讀 那MOOC比較有時間的差異 時間性 所以會是像書店裡面的演講 我們書店總是會有演講 但是也是等於鵬木我們會等書 所以這兩邊是可能有點關係 但是一個是有時間的pricial 跟那種臨場感 所以MOOC會讓大家可以比較注意到 但不代表MOOCW有它的那個 永久的那種特性沒有 所以我想這兩邊是有一點這樣的差異 那我自己倒是有一些想法就是 現在剛才我們看到清大將錄影 演目好像就要比較高的規格 然後錄影錄這樣子 其實我們有嘗試過 大家如果有在台大的那個Coursera 在台大開的課 你會發現說我們原來現在目視都是 老師在家裡自己錄這樣子 然後我們其實在OCW就 因為我們的團隊比較大 那葉老師那邊是剛重新開始的一個團隊 所以他們先用老師開始做 所以我們就嘗試著說用比較大規模的 就像清大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那當然第一個 第一個沒有人願意嘛 第一個就是我們做這件事情 那坐下去就發現 其實這件事馬上就覺得很不 understandable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這樣的課 給一般老師 如果我們有那種真的是一流的老師要拍 那我們當然是沒有問題 學校可以支持幾位老師做一些事 但是如果超過十個 可能到一百個一千個 可能就不可能 所以要怎麼做呢 還可能 我現在反而反過來 覺得我們應該要幫助老師在家裡錄影 然後錄好一點 就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種direction 看看各位老師的想法怎麼樣 但是我這邊的想法是說 我們反而要反過來 我們要只能幫老師錄音錄好一點 然後這個錄影錄好一點 攝影拍好一點 那一進什麼樣的系統發 翻到他家 幫他家複製好 打完登他以後 這樣一個按鈕就可以錄得不錯 他可以在家裡慢慢錄 慢慢錄 自己真的自己這樣子 那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因為我自己進那個棚裡面錄的時候 有時候我那時候狀況沒有那麼好 有時候我們是在攝影棚裡面 有時候會緊張 有時候投影片突然有什麼問題 我去修投影片回來 整組人亂等我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是非常非常昂貴的過程 那以我們工學員老師像我這樣的 很不適合進行的生意盤 那還要考慮到什麼駝背啊 什麼這些 我想我們大概就很辛苦 我們要再找老師的辛苦 所以也許就是幾個明星級的是這樣做 那像我們這種老師 大概就是一般的在家裡路就好 這是我現在想要推的一種想法 謝謝 謝謝三位兩者 那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那接著呢 到我們的比較比較美樂